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继续收看亚裔传统文化粤特緝 传承开启心片像 俗要说民以食为天 世界各地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中餐馆 在温哥华华埠 百多年来中餐馆为海外油脂 提供家乡美食一解享受 同时为一代有一代的华人创造美好的回忆 更加是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除了于时代变迁 现在的华埠老字号餐厅买少见少 有餐厅老板就坚守华埠四十多年 全洋中食美食 也有在华埠长大的华裔慈善家 在区内开设中餐厅 希望和更多人分享同年的美味 并且推动以美食来振兴华埠 大包是吴郑平方和丈夫经营 一间位于华埠的老字号餐厅 远近持名的招牌之一 说起大包的诞生 吴郑平方回应1980年 他和丈夫结婚无奈 由一位菲律宾华侨手上接手餐厅 再拉上一个朋友 胆粗粗就开始经营 因为有不少菲律宾故书 他专程飞到去东地徐京 我看到他们有一种包 好像我们的大包 我以前小时候吃 有时大包 星期日的爸爸 才带我们去吃一次包 吃点茶 那时候那里有大包吃 我发觉好像是我们 我小时候吃的大包 他们叫波拉波拉 我们香港人叫大包 那里面以前有个鸩鸩蛋 但是我们不放鸩鸩蛋 我们放个咸鸩蛋黄下去 那我就把大包 加入我们的蒸包行列 餐厅最初只是卖包点 吴郑平方接手之后 陆续加入港式点心 和更加多的包点 他们还特别回去香港 学做当时本地小幼的港式点心 现在餐厅的餐点种类繁多 包括苹果批 鸡尾包等等 为一代又一代的顾客 带来港式美食 我很多客人都很好 所以一个又一个支持 在我背后支持 我认识何时来过 我小时候 我妈和爷爷带我来 现在他又带回他的子女来 很多时候是整三代 有一些是开始四代 餐厅在五月一日 慶祝开业四十四周年 那么多年 没有名前来的人 来自不同背景 不同族裔 餐厅宣扬中式美食的同事 也都见证着华胖的喜喜乐乐 曾经很辉煌 那时十点钟闪门 十点钟我都闪不到门 那些人还是涌入来的 那时都是很忙 七八年就是 治安差了些 还有全世界都是这样 那些独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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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 因为有些超市来了 那些是一停购买 每个人都喜欢 不用像唐人街那样 我要买肉又要去一间 买蔬菜又要去一间 买药材又要去一间 买饼食又要去一间 因为时代的变迁 吴郑平芳今年已经六十多岁 每日依然工作十二个钟头 多年来经历过不少挑战 在家人、伙计、食客的支持下 一直坚守在华埠 我对唐人街的感情很多 因为这是我的家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 唐人街给了我很大的机会 其实我很心爱唐人街 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些贡献给唐人街 至于餐厅的未来 吴郑平芳希望找到一个有魄力的买家接手 传承四十多年的美味 民意食为天 世界各地 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中餐馆 华埠近年面临挑战 区内老字号餐厅买少见少 李贝珍小时就在华埠长大 对华埠有浓厚的感情 他在11年成立华埠基金会 一直致力振兴华埠 他认为餐厅是华埠振兴的重要一部分 我认为餐厅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段階段的移植 我认为是很棒的 我们的中国饭 我们的餐厅 有很多不同的餐厅 我们的英式餐厅 与一些更新的餐厅 的未来 是很好的 很新的 适合 只是在某些時候的月份 我們很感激地成為那一部分 華埔基金會近年舉辦點量華埔 Taste of Chinatown等活動 推動多間餐廳合作 推出限時美食 吸引更多人來到華埔 我們認為一的最好的方法 去改變中國屋是用食物 中國的建設方法是 身體改變、社交住 政治改變和經濟改變 我認為食物的部分 能夠滿足兩種項目 政治改變和經濟改變 食物一直在中國屋內 一直都很重要 她在2017年 在華埔開一間燒立餐廳 希望將兒時的美味 分享給更多人 和舉一份人情味 花生在大家 而且營養廳 竟然是一位 薄館又會最高 這裡 市場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們家在這裡 給我們一組的福祉 新間坡在家裡 已經是個多美食物 要經濟和住院 在外面 大小的食物 麵炒大 大小的食物 在SHRING 所以是很自然的 你會在中國城邦集團集團 我希望大家在我的餐廳感受歡迎 所以我希望如果有人來 他們可以來跟父母或父母 所以是一整個家庭 因為我中國的餐廳是大型群組 經常是家庭和朋友 下一步 李佩珍希望 將歷史悠久的富途途餐廳 帶回到華埠 如果你曾經歷過在Vancouver 在某個程中 你可能會去到某個家庭 和你的家庭 所以很多人有很深刻的 想要跟他們的家庭 和父母的家庭 我真的想要帶回那個餐廳 所以我真的想要帶回那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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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要帶回那個餐廳 但我真的想要帶回那個餐廳 所以我真的想要帶回那個餐廳 我認為它會帶回那個餐廳 和其他其他廣泛的餐廳 在中國的家庭 隨著時代變遷 今時今日華埠餐廳 依然扮演著重要角色 經營者可能來自不同的世代 但相同的是對華埠敬愛 蝦餃燒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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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基本的 我想現在的新時代 沒有這樣的時間 因為你要很早 又要點心 又要推那部車仔 那些很少有 大部分 你也可以喝茶 不過感覺不同 燒蠟 炒粉炒麵 因為那些是容易做 而且它主要是用醬油調味 我覺得是適合我口味一點 習慣性的 像我廣東菜 早茶 還有很多像上海菜